我们现在来学习英文的独立分词句构 在连续三节的影片课程当中 我们谈过了形容词子句改成的分词句构 副词子句改成的分词句构 以及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现在最后我们就要来学独立分词句构 其实我们在英文学到分词句构的时候 在英文就算是最高阶的英文了 我记得个人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们的美国教授跟我们讲 如果你们会用英文的分词句构 Even we Americans think your English is good 他说如果你们会用英文的分词句构 其实我们美国人都会觉得你的英文很好 现在我们来就分析独立分词句构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之前学的分词句构 是双方主词要相同 那么我们现在是双方的主词不相同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保留双方的主词 而一边的动词改成分词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例子 He was reading a book 他正在读一本书 这边的主词是he 这是他 可是右边的主词呢 是his wife 是他的太太 这是两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主词 那么右边本来这个句子是 his wife sold 就是在那边做缝纫的工作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到两个主词不一样 把双方主词保留 其中一边的动词改分词 所以我们这边的sold 就变成showing 然后把两句并在一起 中间呢就变成了do点 beside him 就在他的旁边呢 在做缝纫的工作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再来看这第二个例子 weather permitting 这个weather叫天气 气候如果允许的话 也就是说天气如果好的话 we will have a picnic 我们就会去举办一个野餐呢 tomorrow 明天去办一个野餐 那么这个左边的句子 本来是weather permits 这个weather是主词 permits是允许的动词 那么右边的主词是we 我们把双方主词都保留 其中一边动词改分词 所以这个permits就变成permitting 然后中间变成do点 这也是一个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the girl sat under a tree 那么这个女孩呢 坐在一个树的底下 左边呢 主词是the girl 右手边我们看到是her school bag 他的书包 her school bag被围绕着 was surrounded 被围绕着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的这个主词呢 her school bag给保留啊 然后把这个逼动词省略 那么就留下过去分词 surrounded 这个他的书包呢 被同学围绕着 那么各位看到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的 两句合并的独立分词句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彩 我们开始看一次 the girl sat under a tree 这是一个女孩坐在树底下 her school bag surrounded by her classmates 他的书包呢 被他的同学围绕着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边呢 就叫surrounded did 那么将来各位是在阅读上面 我们就要看到这并没有错 这的确是省略掉了was 那么考试的时候 当然就会很喜欢考这个字 这叫PP 过去分词 那么以上看到的三个例子 是两句合并形态的 独立分词句构 再来我们看 副词词句变成的独立分词句构 when she mailing a letter 当她在寄一封信的时候 这个mailing本来应该是mail的过去式 主词是she 当她在寄一封信 in the post office 在邮局里寄信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i saw her 我看见了她 这个地方的主词是我 这个地方的主词是she 本来是两个没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现在保留这个she 把这个动词呢 mail的变成mailing 那么这个在英文里面 就是一个独立分词句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到最后 才来讲这个情况呢 因为如果以前的基本学习的时候 she是主词 mailing是现在分词 she是主词mailing 并不是真正的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在以前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在以前觉得是错误的句子 到这里却变成了正确的句子 所以这是最后才能够 教给大家的特殊的一个句型 那么也就是说 以前你觉得是错的 到现在却会是正确的 那么这就表示英文越学越高阶了 我们再来看这一句 副词子句改成的独立分词句构 Mary is afraid Mari很害怕 to speak to foreigners 跟外国人说话 though带出来一个副词子句 表示虽然 本来应该是说 though I have told her 虽然呢 我已经教过她呢 English 教过她英文了 可是她还是不敢跟外国人说英文 那么左边是玛丽 右边的子句里是我 我们现在把我保留 把这个已经教过的 现在完成式的动词 have told变成having told 所以各位又看到一个主词 可是后面直接接分词的奇怪的现象 这就叫做独立分词句构 我们再把这句看一下 Mary is afraid to speak to foreigners 她不敢跟外国人说话 No I haven't told her English 虽然我已经教过她英文了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句子叫做 Once your son caught 一旦你的儿子呢 被抓到 by the police 被警方抓到 各位看到这边 本来应该是 Once your son is caught 一旦你的儿子被抓到 被抓到叫b动词加过去分词 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b动词 可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没有b动词 因为b动词被省略掉 就留下了分词 这种情况就叫做分词句构 而这边的主词 your son 跟这边的主词you 是不一样的 所以称之为 保留双方主词的独立分词构句 一旦你的儿子被警方抓到 you will be 你将会是 responsible 你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是负词词句的 独立分词句构 看完了以上两种 最后我们就进入了with 加这个分词的 最后表达情况的一种分词构句 我们在从前with是一个介绍词 介绍词加名词成为一个片语 可是各位你先看到这里 with后面会有一个主词 后面再加分词 我们再说一遍 你现在会看到一个with 后面居然有个主词 再来有一个分词 跟以前的片语是不一样的 以前的片语是with加名词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分词句构上面 she stood by the table 她站在桌子的旁边 各位看到with带出来 with带出来 后面会有一个主词 这个主词就叫做an expression of anger 一种表达 一种什么样的表达 一种愤怒的一种表达 这是一个主词 后面马上接分词 being being就是这个逼动词的分词 本来应该是was 她愤怒的表情是呢 这个was变成beng beng也可以被省略掉 她的愤怒的表情 就是在她的on her pale beautiful face的上面 在她昌白又美丽的脸上呢 呈现了一个愤怒的表情 这个后面的这些代表一个情形 来说明她站在桌子旁边的情形 那么这是非常高阶的英文的句型了 我们再欣赏一次 she stood by the table 她站在桌子的旁边 她当时的情形就是呢 with an expression of anger being on her pale beautiful face 她的这个脸上 呈现着一个愤怒的表情 再来看下面这个情形 the old man rode a bicycle 这位老先生在骑一步脚的车 这是过去式的骑主词动词 后面带出来一个with 表示这个情况 一样的 先有一个主词 he is long white beard 这是一个主词 他长长的白颜色的胡子 然后马上呢 就接出一个分词 各位看到这个分词 叫做waving 其实他以前是wave的 这个过去式 wave的就是摇摆摇晃 那么变成分词waving摇晃 in the wind 在风中摇摆摇晃 就是他骑驾的车 的当时的一个情况 再看这个情况 he said 他坐呢 in the sofa 坐在沙发的上面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 with his eyes 他的眼睛呢 好 各位看到眼睛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主词 后面呢 要么主动的是现在分词 要么被动的就是直接留下皮皮 所以这个 他的眼睛呢 fixed fixed叫固定 那么以前他应该是ware fixed 他的眼睛呢 被固定在on the ceiling 固定在天花板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瞪着 盯着天花板在看 所以他坐在那边 眼睛呢 直直的瞪着天花板在看 就是他当时坐在那边的情形 那么各位看到这种with 带出一个主词之后 加上分词的 就是一个表示情况的独立分词句构 那么在英文当中 如果你读的英文是高阶的英文 你就会很多的情况之下 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终于把英文的分词句构介绍完毕了 那我们刚才说过 分词句构是英文最高阶的表现 也是六个符号 英文法的最后一个记号 我们的英文的最后一个记号 就叫分词句构 所以用六个符号 把英文贯通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帮助大家 真的能够把英文给看懂 学好 并且运用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